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 拜登总统本周宣布 格罗斯正在乌克兰实施种族灭绝 这引起了美国政府一些官员的担忧 而且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信息 迄今尚未证实这一点 美国国务院的两名官员表示 拜登此前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演讲中 看似随意的表态 使该机构更难可信地履行其职责 美国国务院的任务 是通过独立的法律程序 对种族灭绝和战争罪 作出正式裁决 美国官员称 有关乌克兰的情报报告 目前不支持指控俄罗斯犯有种族灭绝罪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 种族灭绝包括摧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 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然而美国情报界内部有人担心 俄罗斯在冲突下一阶段的行动 可能会构成种族灭绝 一名官员表示 这一评估可能是促使拜登 采取先于自己政府的公开立场的部分原因 知情人士说 自从网上传出一些尚未得到证实的乱葬坑 平民遭酷刑和暗杀的画面以来 白宫就一直在讨论 何时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 定性为种族灭绝 尤其是这样做需要的法律门槛 知情人士还说 拜登最近开始在私下里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因此白宫官员对他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称为种族灭绝并不感到惊讶 但他们对他在爱荷华州 就通胀问题发表演讲时脱口而出的做法 感到吃惊 白宫国家权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 我们正在积极协助国内和国际努力 记录和调查有关暴行的可信报告 分析证据 并确定任何俄罗斯人 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和战争罪行负责 以便追究他们的责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将根据事实和法律形式 这不是拜登最近第一次表达 与自己的政府不一样的观点 拜登此前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再掌权 随后他的助理争相表示 这不是他的意思 并强调美国的政策 不是改变莫斯科的政权 拜登后来说 他说的是真心话 这是他的个人观点 但不是美国的政策 再称乌克兰的局势是种族灭绝后 拜登也进行了澄清 他称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 拜登说 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浮出水面 他说 我们将让律师来最终确定 俄罗斯是否在乌克兰实施种族灭绝 但在我看来确实如此 美国官员称 尽管一些官员对拜登的言论感到不安 尤其是在他的助手强调了 做出这样一个指控 需要进行漫长的法律调查之后 但也有一些官员对拜登的公开声明表示欢迎 熟悉内部讨论的知情人士表示 拜登觉得他和他的助手太慢了 没有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称为战争罪 也没有把普京列为战争罪犯 他不希望在他认为的种族灭绝事件上落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